我們看這一題 韜小金取貝殼與鹽酸作用 以測定懷孕數量快慢 甲乙丙丁 四次的實驗結果 如這個表 是回答下類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貝殼與鹽酸作用會產生什麼氣體 胃氧化碳 因為貝殼成分就是碳酸鈣 加這鹽酸 會變成 這個 粒化鈣 產生粒化鈣 加這個水 跟二氧化碳 所以會有二氧化碳氣體產生 所以這題答案是二氧化碳 再我們看第二小題 四次實驗 以哪一個緩孕數量最快 好,那我們開始比較 第一項 第一項 因為它的質量比它大 所以這個就排除了 這三個其中一個 再我們看這個 這個的話 粒狀的 反應面積比較小 粉狀的反應面積比較大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比較這兩項就知道是這個 再我們看第三項 第三項的話 這兩個都排除了 就這兩個 當然是這個 再來的話 這個溫度都全部一樣 所以答案就是 答案就是 丙 丙的反應速率是這塊 再我們看第三小題 它有哪一個跟哪一個 兩次的實驗結果 可以推測 濃度大小會影響反應速率 就說比較濃度 其他都 都一樣的話 那比較濃度就是這個 濃度現在有兩種 是0.2跟0.1的 那現在的話 情況一樣的話 就是 這跟這個 這情況一樣 這情況一樣 立狀 這個的話溫度一樣 只有這濃度不一樣 所以是這個 乙跟丁 這兩個的話 可以什麼呢 可以讓你知道說 這個 不同的濃度的話 反應速率不一樣 濃度比較大的 它反應速率也比較快 所以是乙丁 第三小題是乙丁 再我們看 第四小題 哪一項跟哪一項 兩次的實驗結果 可以推測 顆粒大小會影響反應速率 顆粒大小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我們看 立狀 立狀 混狀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要那個 立狀跟混狀 混狀 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試看 試看這兩個 這一個立狀 一個混狀 那其他條件都一樣 所以是看什麼 看乙跟丁 第一次小題 是乙跟丁 是 携碗 成績